勿锁金门 金门从25号傍晚就出现农雾 上亿机场官场取消6架次 26号上午班机也几乎全部取消 金门航空站表示 预计受到影响的民众大概有1000多人 是否开场 要是26号中午过后 看天气是否可以好转 金门航空站表示 25号26号都是吹南风 空气的湿度也很高 因此能见度仅在200公尺的上下 26号一大早机场就陆续拥现 等待候补的旅客 大家看着农雾也只能猛摇头 今天早上一早还是农雾 农造在金门第七 那目前来讲 我们看到9点半的报 我们看到气象报告是人见度500 那有在好转的迹象 那等一下我们还是要看 下一报是不是可以达到开场的状况 那目前为止金门第七航班 就是往台湾的航班有起销了6个航班 就是台北台中高雄各两半 那昨天是我们昨天大概6点半以后 那也是因为农雾的影响 昨天大概也起销6半 6班的旅客 航空站主任洪念慈也表示 金门机场在25号26号是关场 要预估26号中午之后才有可能有机会开场 但是实际上还要看天后的状况 我们下转的状况